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那么学习如何为自己的网站做好谷歌SEO便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无论是在谷歌搜索还是YouTube视频里,其实都能搜到大量优秀详细的SEO教程和心得。有一部分人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取得SEO的成果。 但前提条件是需要拥有非常优秀的英语能力,因为绝大部分内容,无论是文章还是视频,都是来自国外的专业人士以英文的形式呈现。 因此我就猛然发现,原来用于学习谷歌SEO的中文材料内容是严重缺失的。当我尝试在国内网站搜索相关教程内容时,发现出来的结果内容质量极差。 要么内容笼统,要么毫无重点,要么就是一些千篇一律,不靠谱的小技巧。 希望通过钻谷歌漏洞去实现SEO。 在个人而言,要想通过学习这类材料取得真正SEO成功,简直是天方夜谭。 今天我这篇文章就正式要帮助你彻头彻尾的了解到底什么是谷歌SEO,到底要如何去做当下的谷歌SEO。 这里不会提及关于如何打造页面Title Tag,如何撰写Meter Description,如何寻找Keywords,如何进行Link Building,等等这些极其传统的SEO技巧。 因为要想靠这些技巧,在当代最新的谷歌算法中,取得SEO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你目前正在花大量时间在研究这些方面上,那就好比为了几颗小树苗而放弃了一整片大森林。 那么真正的谷歌SEO到底该怎么做? 什么是Google谷歌SEO? 首先你需要清楚的是,从谷歌公司开创以来,它所做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各种软件平台的开发,算法上的改善升级,还是各种先进项目上的投资,都只为了达成一个目的。 而且是它唯一的一个目的,当用户在谷歌中搜索一个问题时,谷歌能够为其提供最为精准有效的帮助,以便解决用户所搜索的问题。 比如你想在谷歌搜索学习如何打篮球,谷歌唯一努力实现的,就是能够在搜索结果的第一篮中,除广告位置以外,为你呈现最为可靠,最为高质量的篮球学习内容。 该内容可能以文字形式,也可能以视频形式。 由此,你大概能够理解到,谷歌SEO就是用于衡量你的内容是否有助于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成功的谷歌SEO就是那些能够真正对人们有帮助的内容。 这里我想提一个非常经典比喻。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大众汽车和特斯拉汽车。 大众汽车在前几年深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丑闻,就是它在汽车环保测试中作弊, 让本来对环境有害的汽车通过数据调整,钻测试标准的漏洞变成了一辆环保汽车。 后来被揭发了,并引起了众怒。 那么再回头想一想,如果特斯拉去做这项测试,结果会是怎么样? 答案很明显,可能连测试的必要都没有,因为特斯拉汽车本身就是一个为了环境保护和设计的电动汽车, 完全不包含任何传统污染相,如尾气排放等。 要知道,谷歌对于优质内容的判断有着一套极其严格完善的标准, 主要针对用户体验以及该内容本身去进行衡量。 针对内容的标准包括内容的长度,内容里所包含的链接质量,内容与标题的相关度,内容的排版,内容是否含有图片等等。 这些条目,你都能够在谷歌官方公布的SEO指引中找到。 你当然可以通过去钻研这些条目,并逐一针对性地按条目去制作内容。 而结果,你或许能够将你所制作的内容排到搜索结果的前列,甚至第一名。 但在用户体验方面,却很可能会失败,因为该内容是以取悦迎合谷歌的内容评判标准为前提去制作的, 而不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将谷歌的内容评判标准,你做这个汽车环保测试。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重心没有放在如何创造好的内容, 而是去研究谷歌的SEO评判标准,试图从中寻找到一些技巧或漏洞, 如花钱做Link Building,为凑字数而写的内容等。 由此帮助你通过了内容方面的衡量标准,并取得靠前的搜索排名。 这和大众汽车在环保测试中钻漏洞通过测试没有任何区别。 这类内容最终会通过糟糕的用户体验,如超高的Bounce Rate跳出页面比率,而被谷歌算法淘汰掉。 但试想下,若你是以特斯拉的思维去做谷歌SEO, 将重心放在如何制造一辆完全绿色的电动汽车, 而不是拿着测试标准一条一条去对应。 到最后,那辆电动汽车可能就成为了环保标准。 谷歌SEO也是一样。 如果以帮助用户的角度去创造内容, 去真正理解用户到底在这个问题中的需求是什么,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任何评判标准。 谷歌自然而然便会将你的内容排到前面, 因为这时候的你和谷歌是站在了同一阵线, 一起为用户提供最精准有效的帮助。 做出你的选择,大众汽车,还是特斯拉? 如果选择特斯拉,那么请你继续阅读下去。 如何做谷歌SEO优化? 两个重要关键。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我当然想做特斯拉。 我当然想产出好的内容。 但是到底该怎么做? 当你在谷歌搜索自己行业相关信息时, 看到一大堆强大的竞争对手网站, 你或许会十分困扰,到底该怎么能让自己的网站页面战胜那些对手。 别担心。 关键在于把握两方面, 个人名声和用户体验。 优化在谷歌搜索引擎中的个人名声。 那么谷歌到底是如何为用户筛选出最适合的优秀内容? 谷歌到底是为什么选择让你的内容还明到了最前面, 而不是其他人的? 答案是个人名声。 个人名声是当今谷歌搜索引擎优化中最为关键一环, 也是最被谷歌看中的一个因素。 试想一下, 一个心脏病人想通过谷歌搜索到一些关于心脏病康复的文章, 而谷歌手头上有着千万篇相关的文章。 该怎么办? 这使谷歌是不可能仅靠文章的长度。 文章的关键词, 匹配度这类的标准来推荐给用户。 相反, 它会优先衡量到底哪家的对于心脏病治疗有着最为可靠, 最为丰富的经验。 由此, 谷歌便会能够确定到一些知名医师的博客或是知名医疗机构网站, 再从中寻找到合适的文章, 呈现给该心脏病人用户。 如果获得个人名声。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谷歌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 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